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近日于中国上海市 有位老板将员工的请假理由截图分享后 在中国社群网络上被疯传 原来是有位女员工提出请假的理由 实在太过奇葩 让这位老板直批 见得久时候 同台湾的八年级生 员工我也是服气了 综合外媒报道 上海市一位洋老板 日前与朋友分享几张截图 内容为一名理性女员工向她提出病假的理由 竟然是老板 我得了急性拖延症 冬天起不来 需要请假一个月 她于1月9日提出申请 要从1月13日请假到2月13日 对此洋老板感叹 拖延症也是病 现在的久时候我也是服气的 综合媒体报道 洋老板朋友 他回复现在的久时候很有个性啊 就是不想上班吧 找这么多理由 直接辞职不是更好 微博上的网友看到消息后 则纷纷回应 我看是钱财少吧 才一个人也要扯到整个酒时候 我可是每天早上7点上班啊 还有网友搞笑回复 你就回他以后都别来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